非洲的瓶子树,是世界上储水量最大的树,被人们誉为天然的水塔。 瓶子树通常情况下,都能长得非常高,最高者可以达到30米以上。 其树形一般为中间部分膨胀,两头部分尖细。 从外表上看起来,就像是一个大肚子一样。 理念充满了水分,瓶子树拥有发达的根系。 它的根可以在土地含水充足的情况下疯狂地吸水。 一旦到了非洲的干旱季节,瓶子树就可以依靠自身充沛的水资源,渡过整个干旱溪。 不会因血水而导致自身的死亡。 根据一些工作人员的计算,一棵发育良好的非洲瓶子树。 可以储存两吨重量的水分。 极多的水量也使得非洲瓶子树,变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塔。 要知道,非洲的自然生态环境,其实并不如人意。 在一年当中的多数时候,非洲都是处于干旱季节的。 非洲缺水情况非常严重。 有不少的非洲人,因为缺乏水而痛苦地死去。 但是,也有很多聪明的非洲人,想到了利用瓶子树,为自己供水的办法。 在每到非洲的干旱季节时候,非洲人都会去凿开瓶子树。 它们依靠瓶子树里面,大量干净卫生的水分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缺水危机。 而一棵瓶子树里面所储存的水量,足够一个非洲家庭,喝上半年之久。 可想而知,瓶子树对于缺水的非洲人来说,是有多么的重要了。 瓶子树又名猴面包树。 是因为它的果实非常受到猴子与沸沸的喜爱。 瓶子树的果实被当地人叫做超级水果。 吃起来口味极佳。 在历史上,非洲的瓶子树为非洲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